今天要介紹的這一款是 亞太雙眸機,就是亞太HTC新可望VC 我們今天要看到的是它白色款的部分 我們大概為大家做個基本的外觀介紹 那我們看一下這也是所謂的塑膠紙盒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基本配件 基本配件也是充電頭跟傳輸線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是傳輸線 那黑色款我們之前已經介紹過了 那我們一樣來介紹一下白色款的開箱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是白色款的 整體外觀的部分 那我們把電池打開 那在開後蓋的時候 各位網友可能要小心就是 你的手要抓牢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電池的部分 那上方是記憶卡 500萬畫素 展光燈 那左邊是放亞太的卡槽 右邊是放GSM的卡槽 那一樣我們再次說明 我們電池要放進去的時候 因為它的電極是外露式的 油放上去是由上面去往裡面推 小心電極這樣才不會傷害到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 蓋子把它合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上方是開機孔 3.5 mini孔 那左方的是USB傳輸孔 那接下來上方的就是音量鍵 那我們 進入開機的狀態 讓大家看一下 整個 白色款的使用操作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一下它的 其實規格我們在 部落格上面已經有做公告的動作 那其實這一款大家應該也是 比較熟悉的 比較普遍的 款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 它整個開機到整體的 應用的整體的說明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你當你要 點選程式的時候 我們必須點下方的 進去去做搜尋的動作 或者是你在桌面 桌面長按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你要加選任何程式呢 那你就是點你要加選到哪一頁 然後去選你的捷徑啊 或小工具 應用程式把它拉到桌面去 那這是比較 HTC它傳統的 一個傳統的桌布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就是 HTC新可望VC 它的白色款的 主要的整體外觀 那這是它大概的保厚度 那以上就是 阿信手機網上為大家介紹這一款 它也HTC的雙模機 可望VC 白色款的樣式 每天都要踏入 它也比較封鎖 那是 超級水 溫度 還是 有 很高的 在 在